各位好 各位好 我現在在波士頓 在我大女的家裡 很漂亮 是吧? 波士頓五、六、七、八 四個月是好的 之後就冷到秋筋 今天呢 原本我休息的 不過我看到Lucy說要做 我說 今天反正不是很忙 就做一下 現在這幾天都記得了 Lucy 你是不是在說六四? 是啊 我也很開心 原本說今天會給我多一點時間 我說長一點都不重要 香港、大陸、國際、二次衝突 所以希望我們的朋友多一點來看 還有多一點提問、點讚、打氣 原本說現在的六四 好像香港今年要舉辦可能都很難了 因為支援會雖然要向誰去申請 但是現在他才說25號才說30號的遊行 30號之後才說六四好不可以舉辦 分兩個階段去商討 現在大家都覺得可能香港這次真的難了 六四、警察都舉辦不到 其實海運在這方面是不是有些 生活的活動呢? 這次就實在不批的了 是不是? 上次又要拘捕人又整天 他們幾個為了去年的六四 又拘捕人又風艇 這次實在不行了 我這邊就決定這樣 我們做一個錄影 就是虛擬網上的六四紀念 虛擬我做一個一個小時的錄影 就是裡面差不多很多個六四民運分子 他們很多都是美國的 讓他們每人講一段話 然後差不多再找香港的流亡海外的 現在我們那幫抗爭分子 每人講一段話 接著我們會播很多跟六四有關的音樂 跟香港有關的音樂 這一個小時的錄影 就是我們會交給我們友好的youtube網站 好像你這樣 他們8點半開始 或者8點開始也好 早知道9點鐘就大家同時播放 這個所謂的紀念六四的錄播 這個我們會 我現在在組織著了 已經在找著民運分子 在找著香港他們 誰在海外的人講話 我們這個叫做萬家燭光 萬家燭光就是紀念六四的 實際上都不差了 我們最終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棟樓 所有香港的樓 你關掉了燈 關掉你的房間裡面的燈 然後用手機的光 就對著窗外面 希望很多人可以這樣參加 又不用出街 又不用去維園 又不用怕被人抓 你關掉了燈 所以我們要用手機的燈 只要用手機的燈光 手機後面的光照著室外 如果是多的話 這個景是非常好 我們會安排全世界的那些媒體 來香港拍的 就算不在香港 一樣在海外 都可以做這件事 都可以關掉燈 我們要用手機後面的LED光 用來代替燈光 這樣我們準備六四個萬 九點鐘我們的播 其他那些人可能是八點鐘 其他那些YouTuber那些 八點 八點半天 他們我們都不管了 總之九點鐘 好像你們這個台這樣 我們都希望九點鐘大家同步 大家同步一起播出這個紀念六四的 萬家燭光紀念六四 你跟你們的台講講 大家配合一下 這個全世界我會起碼找幾十個台 很多很多他們法輪功都很幫忙的 會幫忙的 找幾十個台同時播 我們還要打開窗口 打開我們家裡的窗口打開 因為手機的光對著外面 就是那些聲音都對著外面 讓大家同聲 有音樂 有演講 就是這樣的做法 我呼籲大家都支持 這個都是一種紀念 但是我覺得尤其是香港這麼多高樓大廈 如果很多窗口點光的話 這個是很有意義的 你明白我在說什麼? 其實我知道海外都有些團體打算舉辦一些活動的 例如賴茶聯盟 香港論壇 它打算說海外都炸了一些力量 他們說香港人發不了的聲音 香港人舉辦不了的活動 現在有國際接行 他們會搞 所以現在都說 原來你是這些日子 你會不會去參與一些地方的一些集會的活動呢? 不是 我就是主持這件事 這件事是我呼籲 我發起呼籲的 我主持這件事 我不可以人就走了去 我要看著 每個小時起碼九點到十點要成功 有什麼事情 你知道共產黨有時會欺負你這件事 欺負你那件事 我要看一下 如果這條路不通 要改另一條路 它隨時刻了你的YouTube站都可以的 明白 現在都想說香港 原來你知道現在是 中共的《國安法》實施之後 到現在為止真的是在兼職上 就凍結了黎智英先生的股市 股權 還有第一家的媒體就《852要報》關閉了 我都想看一看原來 其實中共現在是否傳進 二十大之前對香港人擁重手 會不會真的在這個時刻取締黎智英的《蘋果日報》呢? 還有對香港有什麼影響呢? 這個就很明顯的 現在《國安法》出了之後 已經拿了決心 現在不過是執行 還有在這裡盡量實施它這套管理方法 它的管理方法跟在上海、深圳、廣州一模一樣 總之它都說了事 所有媒體都不能讓你們說了事了 所以你現在這樣都是問題來的 你們都是遲早給它打壓的 只不過它覺得你可能實力強一些 它就沒有立刻來搞 這個就玩完了了 但是它這次封黎智英財產這件事 你說它做得好也好 做得不好也好 總之它就加速了全世界針對它 因為你現在直接是破壞私人財產的 黎智英那些人 你說它罪了根本是十七歲的罪 你現在既然這樣封它的財產 封它的股權 封它的股票的權利 那你就不是這樣講的了 現在全世界就認識到了 你香港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你說要直接它 大家原本想著習近平可能來了香港 清了那幫泛民之後 他繼續執行那個所謂的金融中心 香港是金融中心 但是你這樣封凍黎智英的錢 和它的股權 就是說你根本就不尊重私產 在香港不尊重私產 不保護私產 你這樣可以隨時隨地可以凍結 實際講的 講凍結好聽 實際差不多等於沒收你 如果你不保護私產的話 那些人就走了 不管你黃絲藍絲 它沒有理由拿錢在那裡 就給你冒風險的 給你有機會凍結 所以每個人 不管你是紅二代、紅三代 黃絲、藍絲 每個人都留了一點點 流動資金在香港 支付一下 比如兩、三個月的支出 其它的錢全部掉走了 沒有人留在那裡的 美國的 你看到美國槍會那個白皮書 四十幾個percent準備 今年都走了 就是外資都準備走了 人走之前當然是錢才走 你變成了三種人 就是香港人 紅二代、紅三代 然後外資 三個一起走的話 這個金融中心 下個禮拜 但是接下來你們的天天開始都很難頂 我就不覺得中共有能力來頂 這個黎智英這個是觸發金融的危機 對香港來說是非常大的危機 不是說玩的 當然它會來頂 但是我覺得它頂不住了 它會來找錢來撐 它都知道這件事很嚴重 現在下面的人做事 全部都是習近平說一句 黃之鋒、黎智英那些一定要搞定他們 下面的人就照做了 他們是不理會後果的 那個後果就是香港金融危機 這個很明顯的 都好的 這樣做 等全世界人看清楚 我們 我和攬炒派 絕對是站一條陣線的 沒有得和它共存的 和中共是沒有辦法共存的 遲早都一定要去退出香港 退出大陸 自由前途 而且全世界都不安全 現在一定要拿中共消滅 自由大家有安全 袁爸爸 這裡有些觀眾留言 為什麼搞六四呢? 其實7月1831 其實海外都有些團體說要搞的 我們都提前一下 袁爸爸中共要這樣搞香港 你說什麼不及後果 但是現在都要傳出了 就是在中美貿易談判 開始的時候 好像又傳出了劉鶴 又被換下來 換上了中國的副總理 胡春華 其實這個你要怎麼樣去看 現在大家都換人 美國就換了界了 總統換了 那個貿易代表 那麗德希澤 麗德希澤 麗德希澤 當然一朝天子一朝神 換了那個姓什麼? 那個姓大的 那個台灣女孩 挺好的那個 現在美國已經說明了 以後的貿易 要和人權掛勾 是應該把某些國家都掛勾 那麗德希澤 那麗德希澤 在這個場上 那麗德希澤 那麗德希澤 我盡了這個 這個是第一個 那些新疆會 清真教的人做的事 全部不准入口 完全不准 不是加稅的問題 所以在新疆都不要看事 新疆那個太陽紅板是生產很厲害的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不准入口了 從棉花之後就一樣一樣加過來 我看這個人權問題 最終搞到美國會用人權問題來平衡兩個國家的貿易赤子的問題 不是這麼簡單 差不多肯定是一直壓力下來 這個連特朗普都沒有做到 特朗普從來沒有跟人權掛鉤 他只不過說你不公平我就加關稅 但是現在跟人權掛鉤 中共就慘了 中共現在 以習近平現在的所謂 今天的管治能力全靠違反人權 如果不是違反人權根本就管不了 沒有可能中共有這個政權 所以現在看那個形勢 現在拜登實際不是拜登的 拜登只不過是站在外面講話而已 實際就是他後面那幫人 即是奧巴馬 實際就是奧巴馬在說事 奧巴馬 奧巴馬負責內政 那個Susan Rice以前奧巴馬時代那個所謂 安全顧問 國家安全顧問 那個Susan Rice女的 她就負責著外交 在後面操縱著 那以他的做法呢 我猜他還是走回 走回那裡 說他違反人權就逼他改了 就是說用貿易的辦法 貿易的抵制 來逼他來改人權 中共當然不會改了 如果改就沒有了共產黨了 所以這個矛盾只會一日比一日深 這個都是一個引致將來 就是戰爭 引致戰爭 引致武力衝突的 一步一步只會升級 這些都是會造成中共和全世界 自由世界的矛盾和衝突 造成軍事上的升級 還有其他科技上 金融上 每一步都會升級的 就是各種矛盾 衝突會每一步都會升級 所以我就不是說是 一定現在要聯合起來對付中共 就是用人權來做基礎 這個是好事 我們香港 香港不是也是給他日日 他這樣封黎智英的財產 就是違反人權 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又說要選舉 這個選舉法 就是違反人權 這個將來不准人出境 也是違反人權 全部都是的 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件事 香港 新疆 西藏 台灣 這個全部 看來講全部是人權問題 所以根本它動台灣也是人權問題 就是說你根本沒有資格統治台灣 就是袁爸爸就跟我講過了 你覺得可能 胡春華會改變那個貿易 立場的電腦 他可能會負責一個內財環 如果這個信息是怎樣去解讀呢? 現在呢 國內的經濟的問題 壓力相當大 那個問題比外貿還大 外貿已經是 當然都有很多問題 但是現在中國最大的就是內部經濟問題 那習近平就很信得劉鶴的 劉鶴也是讀經濟的 現在就轉了它來解決內部問題 所以你們看到這幾次習近平去出行 不是出行 去巡視 都帶了劉鶴在身邊 尤其是在國內巡視 國內的經濟 現在這個責任就交給劉鶴 就不用國務院那些搞經濟的人來的 劉鶴直接指揮 接著胡春華跟美國談判 美國換了一個新人 他又需要換一個新人 大家從頭開始 實在談判就很簡單的 沒什麼的 美國我估計都會加強壓力 但是這些談判的東西是一招一招就很慢 但是中國經濟是大問題 你想想 這麼大的國家 經濟現在很不行 有通貨膨脹 有很多工廠停了下來 因為西方就撤廠 外國就撤廠 失業問題 一大堆問題 這個他找來劉鶴是對的 看到以前外媒全倉會換了劉鶴的講法之後 都看到中共有出來澄清的 最新的消息 國務院都出來澄清說不是事實 袁北這麼說 是否意味著 習近平今天都不會跟劉鶴打落冷攻 是否可以扛用這個信息呢? 我覺得劉鶴一些事情都沒有做錯 有沒有得罪習近平 現在還是繼續縱容他 只不過呢 習近平國內的經濟搞到一頭頭 需要劉鶴來幫忙 就是說 拿劉鶴來用在國內的經濟那裡 根本跟美國那些東西沒有什麼大變的了 就算你再談判了 再次啟動談判都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化 只是小的變化 劉鶴他就信得過嘛 是他以前的同學來的嘛 小學同學 所以呢 他就縱容他 想辦法叫他搞一條經濟 很嚴重的經濟 而且呢 很多地方欠債 地方政府欠債欠債太多 出糧都出不了 那怎麼搞呢?這件事情呢 就是他信得過劉鶴 如果交給別人搞呢 隨時又變了貪污 劉鶴起碼看起來不是貪污的人 這裏袁幫剛剛都講過了 就是美方的談判代表 其實對中方的立場都是挺強硬的 他很容易地指出 中共在國際上是不公正的一些行為 在這裏就有些評論人士都講了 這一波 因為談判就開始又重啟了 美方在對華的關稅的增加上面 而會不會都會操重手呢? 不會的 一點點調整 我看會加一些關稅的 某方面 譬如這些不准你那些強迫勞動的 或者新疆那些會有這樣的制裁 但是不會有什麼大變化的 現在美國那些農民出口很多東西 中共也需要它那些農產品 美國的農產品 所以那裡不會有什麼大改變 所以用劉鶴在那裡浪費了 他知道他信得過劉鶴嘛 所以叫劉鶴來管 負責負責那個內部經濟 這個沒有什麼事情 不是 我有時候外面講講到劉鶴也應該啦 劉鶴也將來可能 胡春華想著他將來可能會代替李克強的嘛 就找他去薄赫光 試一下跟外國打個交道 這個很正常 實際上現在的事情是挺正常的 沒有什麼不妥的 但是貿易不會有什麼變化 怎麼談呢 都是小變化來的 現在大變化是軍事上的 比如現在以色列那件事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這件事 和哈馬斯這件事 中共搞出來的 他為了分散全世界對他的譴責 現在如果他不搞那件事 個個都在罵中共 又說他病毒 又說他貿易 又說人權 組織中共現在全世界千夫所指 磨街老鼠 但是他就希望他就出錢 整個這件事 哈馬斯那千幾二千支火箭打到以色圈 全部中共在後面搞鬼 中共透過伊朗 一起在後面搞鬼 所以這件事 大家分散注意力 拿全世界的注意力 由中美台這個這樣的焦點轉去以色列 這個他經常懂得這麼做 共產黨知道 是懂得這麼做 但是這件事有很大的後果 為什麼呢 那個伊色列是很生氣的嘛 大哥 過去那四年 特朗普黨整個根本就好太平的 又和其他中東國家大家見面 這次哈馬斯當然得到很多錢 哈馬斯裡面很貪污的 那些人如果中共送錢給他 每個人給他一千萬美金 那他就主張打的了 然後中共供了那些火箭刨 那樣給他 這次全部是中共和伊朗在後面搞鬼的 但是主事是中共 但是呢 這次以色列 我吃了很多猶太人 我跟猶太人有很多好關係 猶太人基本上想著這次沒得談 這次一定要搞定為止 就是VC就是一直打到你哈馬斯 打到你無條件投降 無條件投降 直接要打到 所以這件事 我看再打兩三個星期 哈馬斯就定不住了 它直接在隧道裡面 全部被它整死了 裡面又有伊朗的顧問 又有中共的顧問 就是在隧道裡面 所以這件事 一路會下去的 它一路要掃蕩 掃蕩到 打到那些哈馬斯 投降都沒有用 一定要無條件投降才有用 就是袁爸爸剛剛都說了 就是中共現在 基本上是四面草戈 還有就是香港 袁爸爸也說的是伊發衝突 中共都有它的個式 跟它是直接可以說的 主事 是它發起的 用發起兩個字 就是它發起 它主事 它發起 它出錢 這樣還不夠? 為什麼四年都沒有事 突然之間打起來 就是它想轉移人家的視線 那最後九號的會議會搬起石頭 又炸自己的 不是啊 但是它呢 它們都個個都以為 美國和中共都以為 打打一下 跟著聯合國 又叫他們不打 那我可以停手 但是這次 這個以色列的總理 納特一號 它是不客氣的 它這次覺得 你這幫人直接是 中共在後面注視 所以它這次一定要 可以這麼說 消滅哈馬斯 它才會停手 就是要打到你跪在那裡求和 跟著無條件投降 它才會停手 它夠了實力的 而且它根本不需要美國的錢 所有猶太人 或者我的猶太朋友說 我們一致致它 打到消滅哈馬斯為止 就是這樣的 現在猶太人決心的 不是說打得下 打下停下 打下 以前是打得下 全世界來勸交 勸完之後它就停手 這次美國說 美國有個副國務卿去到 不理他 納特一號根本就不理他 打遠之高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 伍客人獲得真實 我們令人被將黑成電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